開很久了喔 一起吃 開很久了 超久了 哈囉 哈囉... 嗨 生意很好耶 你看現在幾點很多人在點了 真的耶 對啊 看機器一個點餐機 好久不見 對啊 你去哪裡了 我都在台北 被問你去哪裡 我坐幕後坐一陣子了 很久沒回來 對啊 那我們要來很先進的點 對 他現在有點餐機了 以前是沒有這個機器的 以前沒有... 伯伯 你是吃原味還是吃芥末 原味 原味 你有吃過芥末嗎 沒有 沒有 其實芥末是後來才新的 它是只有兩種口味嗎 對 原味跟芥末 它是近年才有的 它的潤餅皮看起來很薄耶 它料滿多的耶 它料很多 超飽滿的 對 你要... 我有請客在地 請客這樣 那個口味是等一下到那邊在點 我們一人一卷 好... 要檸檬汁嗎 不用 好... 要不要幫我按檢檬 請一段位顯示的機器 也是實在的眼淚耶 你怎麼會比阿伯還不會超級 這段帽剪掉 幹嘛被超順的 對啊 我還在那裡是暗東暗西的 對啊 完蛋了 意外透露了那個真實的 沒有 有時候用個機器的時候 你年輕人應該是年輕人吧 它是開幾點喔 以前是開到8點 上班 老闆娘 現在開到幾點啊 現在要賣到2點 下午2點 是啊 你早上9點到2點而已 對啊 2點就結束了 對啊 難怪現在一堆人來搶 大家怕買不到 所以妳以前是賣到放學 對啊... YA 好了對不對 對 這個是... 這是劍莫的 好 劍莫安芝 它不會嗆啦 完全不會嗆 現在50... 以前是多少 以前好像30吧 你看它的其實是真的 也蠻大捲的耶 對啊 但是它的皮就很薄 我剛才看到它那個皮有夠薄 然後料也很多 大咬一口 還沒咬下去的時候 就已經吃到那個 高麗菜跟豆芽菜的新香 對 然後花生粉的味道很好吃 花生粉真的很得分耶 我覺得台中的食物就是 介於台南跟台北中間 不會太甜 但也不會太鹹 根本就剛好 因為它蔬菜很多汁耶 對啊 對 然後花生粉很甜甜的 蔬菜算很多汁 可是你吃它的皮它是乾的 因為我很討厭吃到那種皮的 比如說爛掉那種的 它裡面那是豆腐嗎 對 豆干 豆干的豆腐 我剛才有吃到它睫毛 它其實就是稍微一點點辣 但是它不像 它就是讓你辣一下 然後又回去了 就像夏天海邊的女生一樣 這個就要問安安啊 辣一下又回去了 這個我真的一次可以吃三卷 我真的可以吃三卷 我小時候就是兩卷原味 後來講大一點 兩卷原味 一卷芥末 然後不然就吃三卷原味 都會OK 你小時候是小胖子嗎 稍微胖一點 就因為也能吃 很能吃... 我是國中慢慢變瘦 你現在如果不克制 還是很難吃嗎 我現在我還是超會吃的這樣 我只是現在有稍微在控制體重 加上過35歲之後代謝變比較慢 你跟旁邊那個講一下 35歲之後真的代謝會變差 很快耶 所以就今天只能吃一卷 因為今天後面還有很多要吃 然後我感受到了 但是這樣有30塊 晚餐就可以解決掉了 很便宜啦 我說像它以前的 對啊 現在50塊也很划算 它蔬菜真的爆多耶 然後裡面還有酸菜 他們現在都是二代了吧 對啊... 沒有 三代了 他們已經到三代了 到三代了 他們以前最早在台中媽祖廟那邊 然後後來移去中華路的夜市 然後再移過來這裡 然後就一路在這裡做很久 所以你一路在跟蹤他們對不對 對喔 以前我是聽他們講的啦 以前我是來這裡 因為我以前在寫功課 就跟他們講的 然後弟弟 你知道這個店 從媽祖廟來的嗎 我說是... 那時候我想說媽祖廟有什麼意思啊 今天是吃這第一家的 然後就感受到 你真的對台中有在地的感覺 很不錯... 我只是吃是滿滿的回憶 對啊 然後今天就是一個開胃菜 等一下還有更多好吃 歡迎...來到我家這個庭院 你知道台中 就是隨便都獨棟的啦 OK... 人家旺族 對啊 我家的食堂 最近雨比較少一點 對啊 這風水啊 風水... 自己家裡要丟錢幣是風水啦 對... 因為有人過來這裡 我家當許願使啦 你知道 你家進去客人怎麼那麼多 我就是 一樓 二樓都有啦 那個親戚比較多啦 旺族 親戚比較多啦 我現在給大家聚餐 坐好滿喔 我知道了 你們家 你們家是Michelle Lin嘛 Michelle Lin 我媽啦 我媽叫Michelle Michelle Lin 2022... 2021 2020啦 三年了 掰不下去了 看你在掰啊 這裡是我家很常來聚餐聚會 招待朋友來的餐廳 然後連續三年得米其林 非常非常好吃 連續三年米其林 我覺得滿厲害耶 很厲害耶 吃中式料理 對 創意台菜 創意台菜 對 所以有朋友來啦 或者是有長輩啦 我都會帶他們來這裡吃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個環境又很好 對啊 感覺很舒服 台中就是這樣喔 第一站它就有一個庭院 可以這樣子 好像在自己家吃飯的感覺 對... 舒舒服... 好 帶你們去吃這個 真的好吃 好啊 工夫菜 殘連三年的米其林餐廳 歡迎 歡迎 因為我們很面熟耶 對 我們是上次 你也不在 我不在 我們上次去了台中另外一區 那是哪一區 我都忘了 北屯 北屯區 一個洋樓 對 然後你知道那裡嗎 我知道... 那今天也很有名 沒有很記得那個洋樓 是因為我們還在那裡吃甜點 對 今天要吃的這個是特色菜 對 我們可以先從香酥這樣吃 這個真色 就是你們總好吃 對啊 我們每次來到這邊必吃 客人來到這邊 我們一定會附上 我們自己手指的手醬 重點是這個醬 一定要配我們的白飯 配白飯吃 你不要不要這樣 好... 我要來一點 可是就會有一點小辣 好 謝謝 這個是要預約的是不是 對 這個要三天前 這就是要預約的菜 那個魚應該也是啦 也是 因為它光是醃鴨子的時間 就要兩天 所以它要先醃 醃過 然後它的肚子裡面 要準備很多的杏香料 先放在肚子裡面下去醃 而且它有沒有 它連骨頭都超軟的這樣 它是不是因為醃了兩天的關係 所以它肉有夠嫩耶 除了醃以外 我們還要先去蒸過 蒸過 然後最後才把它... 出餐之前才把它炸下去 變香酥 對 它完全吃起來不像鴨肉 對 因為鴨肉吃起來很硬 很韌 對 但是它完全是不像在吃 好香喔 像很軟很軟的雞肉 對 它是真的很軟嫩那種的 軟嫩到像魚肉 而且它的皮也很酥 然後它的皮很香 真的很香 重點是椒鹽也不是外面的 是我們特調的 所以... 對 可以搭配一點椒鹽它會 加艾酥醬很厲害耶 對 加艾酥醬 艾酥醬有一點微辣 但很香 對 這裡呢 我要先幫大家先去皮 好 這一道也很好吃 對 這個是選用這個無毒飼養 而且要有產消履歷的那個 台灣雕對不對 台灣雕 對 台灣雕 妳以為這個夠軟嫩了 我跟你講這個更嫩 真的嗎 而且那是鮮甜Q彈那種的 重點是我們為了這隻魚 花了70萬買了一個設備 專門來烤這隻魚 是喔 70萬 烤這魚的設備要70萬 對 這烤的方法這麼不一樣喔 買了一個蒸烤箱去做這件事 70萬也太多了 對啦 70萬的烤箱喔 過去我們在烤魚 基本上就有點像日式那種 咬烤 明爐 明爐烤箱 然後烤一隻魚要40分鐘 然後它邊烤 這個魚的水分就會變流失 會變很乾 會很乾 對 然後你烤得不好 搬得不好 因為魚都很大隻 對 搬得不好就會烤完之後 就掉到地上 就再傻眼這樣 所以 會傻眼 對... 就會這樣子 就是這樣 它整個皮就直接扒下來了 你看看那個中間黏的膠質 它的GFC的超級 妳換了這一台之後 它是不是變成多久可以烤好 13分鐘 差這麼多 是不是要下單 好像要耶 怎麼做這卡丁 老婆超弱 他真的老婆超弱買了一堆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而且特別是這種 你知道有點高科技的 我覺得很心動 對 這個是蛋白質最豐富的部位 小朋友或長輩最嫩的部位 OK... 這塊最嫩的 好 這塊最嫩妳不是應該要 對 我要跟妳講 我跟妳講 像粉絲的最精華鴨 還有更嫩的 還有更嫩的 跟那邊的油脂比較豐富 對 搭配的這個是玫瑰鹽 所以你們在吃的時候 可以加搭配一下它的甜度 聽到他今天買機器 有送玫瑰鹽喔 好... 那買兩碗 買兩碗 買兩碗再加兩罐XO醬 那麼好下電量 下兩碗再加... 我那兩筷子插下去 那個軟嫩度就不一樣了 還有一點鹽巴 一點點鹽巴 它整個甜度 好甜喔 真的很甜 很嫩 而且你會發現它完全沒有土味 對 現場來講台灣雕像應該會有一個 很特殊的 大家不太喜歡的味道 對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香氣 為什麼可以看一下 它的肚子裡面吧 有長東西 原來 整把 蔥喔 對... 蔥 薑 薑也是超大的 真的耶 這個也是要三天前預約的 這也要三天前 這也要三天前 為什麼 可是它不是烤13分鐘耶 確實 備料... 這是我們的新鮮餅 因為如果都是新鮮餅 我不會教育人會來烤車 再加30萬就可以當天 好啊 這不用三天了 對 沒關係啦 我三天前預約的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 這個是米其林店 這在2020年 我們入圍米其林 就是米其林推薦的一道菜 對... 它是我們菜色裡面 算是工序最多的 它是叫做芋奶雞骨球 它本身是去骨的雞腿肉 先醃過 來 我撐給你們 所以你們米其林 你們會知道是因為什麼菜嗎 後面公布之後他會說 在他的官方網站上面 他會PO著這個雞肉厲害 他先醃過再下去炸 而且它的奶香味很特別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用椰奶 椰奶跟芋頭搭在一起 好配喔 椰奶香好濃喔 它是芋泥的那種口感 對 好香喔 它少了一個芋頭的那一種 強烈感 對 芋頭就是一個鋼鐵大隻奶 碰到椰奶 就被它打殺牙 整個就軟化了 整個軟化了 對 不過那種刷刷刷的 它把那個油炸感給包覆 它起來去掉那個油膩感 還有是雞腿肉配在一起 雞腿肉配在一起就很嫩 看來酸菜白肉鍋 曾經入選過的 這個我很喜歡 對 這個很厲害 我要先講一下原因是因為 我是雞腿肉很怕酸 對 然後有很多那種酸菜白肉 它就是真的 太酸 太酸的這樣 就吃下去就覺得太酸 要怕一怕 它這個是甜味的 有甜味 我記得聽店員講過 好像什麼水果熬煮還是什麼 對 我等一下 你們先喝一口 用水果熬煮喔 因為我們不是加白醋 也不是像外面加醋菌那種 完全不是 它有一個回甘味 對 然後沒有那麼酸 對 它不是那麼酸的 對 它不是那麼酸的 攻擊性沒那麼高 很溫和 但它酸味比較溫和 對 那種很像水果醋的那種 對... 甜味這樣 甜味的酸 對 不是那種 那種很重的酸味 因為有些外面那種酸 是它很直接的 對 很濃的 很濃... 很濃... 對... 溫和 重點是除了湯以外 要吃肉 你們肉也不一樣 肉才是醋醬 肉我們用的是薄菌豬 就是這隻豬從小時候生出來 它就是吃海藻跟益生菌長大 這隻豬也太濃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很鮮甜的 不用任何的豆腐乳 蘸醬都不用 它就是很甜 直接吃就有它的甜味跟香味 對... 因為這隻豬吃得比我還健康 對... 台灣豬真的太厲害了 真的... 台灣豬真的好多好好吃喔 它的厚薄度也很棒喔 對 好吃喔 這一道也是我們 十年前創業的第一道商品 難怪 要現場 真的 有來台中要招待朋友 或長輩 我覺得大家都會吃得很開心 因為就是完全是一個創新的料理 創新的台菜 而且其他環境也很豐富 包廂還有二樓對不對 很舒服 這裡一定要吃得帶長輩來吃 你們這邊過年應該已經 訂完了 差不多 對啊 七八十 菜也適合 環境也適合 對啊 太棒了...